等下去 選一個顏色就可以了 好 譬如說改紅色的 透過投影畫面 一步步教長者如何操作手機功能 為了縮短長者的數位落差 里長莊博成每週二開設暢游3C課程 教長者如何使用手機上的各種工具 像是導航 Google 雲端 發票載具等 方便使用的內容 深獲長者好評 因為像老人家 平時小孩有沒有在家裡 就是我們兩個老人 對那個完全很陌生 手機都很陌生 所以在里長那裡來三課 真的是很開心 從你一點都不會開始 慢慢一步一步的讓你進去 就很好 我覺得很好用 特別是原來帶我們去導航 走哪個地方 真的是有時候完全找不到 他交了之後我們就可以跟到去了 還有就是那個折劇啊 這些人就每次都要開法票去 對後來教我們怎樣用這一句也很方便 你買到四房 但是你只用了一個廁所 他說就跟手機一樣 裡面很多東西都沒有用 真的是在里長來的捨得很多 我也覺得很開心 真的是很不錯 平常的話我們很少用到這個 可是來到這裡他會教我們很多方式 可以跟朋友寫信啊 交流啊 看Line 他做得都很好 我很喜歡 我這個都沒有推測過 確定都是比較複雜的 智慧手機在他們這個年代啊 是沒有辦法想像的一個 這麼便利的一個工具 那我覺得既然現在人人都有手機了 應該都要能熟悉它裡面的功能 然後善用 那我相信會幫助他們的生活 更多元 多彩 多姿 科技日新月異 但對於長者來說 手機功能指令都比較複雜 因此每次上課 里長都會耐心教導 依長者的學習狀況 調整課程進度 更請來小助手 一起協助長者 讓長者自行操作 加深學習效果 都是老人家都很慢 有時候你不會到他辦公室去問他 那些小朋友也會幫我們 知道我們怎麼 還有我們老人家 學了之後 過幾天就沒有用會 我忘記了 有時候去問的里長 里長他也很耐心 課程不會太複雜 但是要很有耐心的一直重複重複的 去讓他們練習使用 我覺得這才是關鍵 那我們子女最常犯的一個錯誤 就是我們幫他操作 幫他打好字 幫他按好按鈕 那他就永遠都不會 所以我們都會一直提醒小助理 就是你不要幫他按 你可以告訴他方向 來讓他自己操作 目前聽到的回饋都比較多是 他們覺得會比他們在外面上的手機 一個更貼近他們的生活 而且我們剛好強調 我們會不斷的重複 重複讓他們去練習操作 那他們才會熟悉這個東西 由於莊里長本身具有社工背景 更了解長者們的需求 除了手機教學 還安排各種豐富課程 增進長者之間的交流 同時學習到各種知識 讓銀法生活更加快樂充實 記者李奇惠 台北報導 謝謝 好